好的,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一集的椰康种植者 又有两三个月没有更新了吧 这段时间主要是太忙了 没有时间种植 也没有时间做视频 现在好不容易能够缓下来 给大家拍一拍现在屋顶菜园的情况吧 我们在这个屋顶上最早是种了草莓 后来又种了番茄 番茄采收之后就没有在管理了 像这个小菜园呢还是需要日常的打理 如果你不去管它,不给它浇水,不给它除草 那么它很快就进入了这样一种自我放弃的野蛮生长的状态 不过在里面呢还是有一些新的东西 给大家看一下吧 然后这边是我培育的一些生菜苗 旁边可能还有几颗草莓还活着 到时候整理一下 然后这边是番茄和杂草 更多的杂草,杂草丛里面的番茄 然后之前种的寒羞草又长了,又长了一些 这边基本上都是已经干枯了 然后这一棵寒羞草现在是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怪兽模式 它已经长得非常的大 上面都长刺了 这个是让它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缺水缺营养 然后风吹日晒的情况下 它自我调整进入了这样一个这种野兽模式 除了这个叶片有点发黄,缺营养之外 我感觉它长得还可以 这马上就要接种子了 然后这边基本上都是杂草了 都是杂草 然后我的一棵长得很大的这个Cyle 羽衣甘蓝 前几天被风刮断了 然后只剩下一个根上面还有几片小的叶子 它会再长起来的,不过这边是有点可惜 再看这边 矮生番茄 长了之后 然后结了果子 没去管它 果子里面的种子又长了新的苗 这个苗已经可以移栽了 再往这边 这个是泥叠香啊 长得很好 这边叫什么 然后这一棵叫油画吊栏 好像是 前一段时间这个阴雨天太重 然后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没去管理的 这个无花果倒是长得还可以 也没有人去管理它 这边已经有些果子了 说到无花果呢 这边还有几棵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之前扦插的 总共就留了一二三四五棵 其他的就没有留了 这是什么品种 现在也不知道 浇水系统这些都还在啊 这些还能够再继续用呢 只不过可惜的是 我今年种的这个 雨衣甘蓝的苗 因为没去管理它 现在就是一棵火了 旁边只可能还有一棵 上一集视频还说 今年要种一些秋季的作物 计划总归是好的 但是现实永远是那么残酷的 工作让你忙的不可开交 也没有时间去种些东西 所以我现在越来越深刻的体会到 种植是一个非常奢侈的爱好 它需要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虽然说不需要投很多的钱 但是你需要时间 需要耐心 然后这块区域呢 我们本来是种这个草莓苗的 想着我们可以种些草莓苗 然后拿去卖 卖了就钱赚了 就很开心了 但是我们发现这个 做这个草莓苗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要想预好苗 然后避免各种虫害 然后又想能够产生一些利润 这个是真的是太难了 好的 那么先看了一下现在的情况 拍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也快十一假期了 工作上的事情呢 也稍微缓和了一下 所以我想该种的 还是要种起来 不能让这么好的空间闲置着 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呢 就是先把这一块 屋顶阳台给清一清 看到这个场景呢 其实我还真的有一点 无从下手的感觉 不知道先怎么做 那么我们就先从 最近的开始吧 这是第一行 这个之前种的是草莓 草莓不种之后呢 然后就把那个叶子都剪了 然后现在这个椰康里面 长得只有它的根 这个应该是比较容易拔去的 去掉之后呢 如果它长得有这样一些 这个像苔藓一样的 就把它也去除一下 然后把这个椰康呢 稍微松松松松 种什么呢 其实我现在只有那些生菜苗 所以我们就种生菜吧 这每一盆里面呢 我觉得种四颗是足够的 或者呢 可以让它长得更大一点 这左边种一颗 右边种一颗 然后这个低罐带 从中间穿过去 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找了一个纸盒子 当垃圾桶 这里面有剪刀 弄之前先把这个低罐带先收了 不然有可能会扎破这个低罐带 我先试一下 它这个到底好不好弄啊 抓进去 然后这样一转 可以很轻松的把它取下来 我觉得压力大的朋友 应该是种点东西 因为做种植真的很解压 不管你是种植也好 育苗也好 还说清理你的这个小园子 它都是比较放松的 好的 这个弄好之后 稍微给它松一下 把杂草去出来 这个椰康我们再继续用啊 不换了 台前比较多的一段 也是比较容易 因为这个草莓的根都是已经晒干了 非常非常干 这一些可能要 我把它表层的这些椰康去掉 这个就表层的就不要了 因为怕它继续在生这个东西 叫不上名字 不知道有没有观众能够认出这棵这种植物叫什么 这个无土栽培还挺常见的 去了很多基地都有这个东西 所以也没有那么难吧 如果快点的话 我看看需要多少秒能够完成一刀 就能够计算出工作 工作的这个时间 单手操作的话 就算一分钟一包 肯定是可以做到的 好的这个还是比较好清的 大概15分钟就完成了一行 现在把这个低关带再铺回来 它在这个椰康里面长得有这样一种苔藓 给大家看一下 上次参加那个展会的时候 看到有一家公司 专门是做这种苔藓的一些景观 我觉得这种 我觉得这个苔藓看上去毛茸茸的还挺好看的 不知道养在鱼缸里面会不会养死 这个苔藓如果能够收集起来 做一个景观 就像小草一样 我觉得应该还是不错的 不管怎样 比这种的好看太多了 这个 这个有点密集恐惧症的感觉 清到第二行的最后一道的时候 我发现了这里有一棵草莓 活着的 这个应该是雪里香那个拼的 一棵小苗 这个很有可能是从种子长出来的 这么长时间了 这一棵苗肯定是可以再种的 我就把它先取出来 然后单独放到容器里面 让它先长一下 现在有两行已经完成了 这一棵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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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棵草莓